挪威最新惊悚电影《维京恶狼》正片来袭 无人知晓的地狱野兽闯入北欧小镇 对人类展开一场可怕的疯狂途路 这天晚上泰勒从水坛路过 看到自己的暗恋对象和爱玲交谈 就当他想转身离开时 突然听到桥下传来惊叫声 只见爱玲捂着肩膀躺在地上 接着泰勒跑到现场搀扶爱玲 却被一股莫名力量偷袭 贪坐在地的小帅已经被吓破了 泰勒肩膀受伤 惊慌之下他转身看向身后 发现爱玲不知被什么东西 硬生生拖进口中 很快警方赶到事发地步 小帅和泰勒已经被吓坏 说话语无伦次 警方根本问不到有用的信息 但现场有一部破碎的手机 泰勒的母亲小丽也是一名警察 他从折断的树干找到一个动物的指甲 探形状像急了狼的爪子 但是小镇上已经许多年没有见过狼 而且根据动物专家介绍 狼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 正常来说他们不会主动袭击人类 第二天警方在距离事发现长 两公里的地方找到了爱玲的尸体 他的脖子上有很深的爪痕和咬 大量的人体组织遗失 后背 大腿和脚有一大片的烧伤痕迹 说明尸体在地上被拖行了很远的距离 一般来说被狼抓走的动物 不会出现这样的伤痕 事情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更奇怪的是一名残疾老者突然来访 他告诉小丽 你们追踪的东西很可能是个兽化人 因为老者自成年后就一直追踪这个怪物 准确地说那是一只邪恶的狼 也就是狼人 小丽不相信老人的话 认为他用神话分散警方经历 但老者告诉小丽狼人并非神话 并建议他们去狼会躲藏的洞穴寻找线索 临走时老者仍给小丽一颗银制子弹 这是唯一能阻止那只野兽的东西 隔天兽医学院的动物专家赶来小镇 他判断现场发现的爪子绝对是狼的爪子 而且和爱玲身上的伤口一致 但他的形状比一般的狼爪大得多 没一会功夫猎犬开始狂吹不止 接着树林深处发现一个无头男尸 偏远小镇上接连发生命案实属罕见 所有人都开始紧张起来 年纪大点的警察局长差点晕绝过去 小丽接过指挥棒紧急组织 留下两人守住尸体等待支援到来 其他人继续向前搜寻凶手 在猎犬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一个老铜矿的通风景 小丽身先士族顺着梯子向下爬 却因为梯子老发不小心摔了下去 刚好摔在一颗腐化的脑袋前 这应该就是无头男尸的头领 脸上也有多道深深的掌痕 与此同时一只野兽正在靠近 看守尸体的两人 接着狩猎小队就听到了两人的惨叫 猎犬的反应最强烈 可下一秒他就失去了气息 其他几人也没能信任 洞内的摄影师太过害怕 后退着掉进了深坑直接摔破了脑袋 就当小丽向上爬时 恶狼突然出现凶狠狠地盯着他 然后恶狼发力把小丽吓得掉下了深坑 小丽拖着受伤的身体一边向后退 一边拿着手枪疯狂射击 可恶狼就好像免疫了所有伤害 根本没有丝毫闪躲 很快小丽手枪没有了弹药 恶狼却依旧精神抖擞 小丽突然想到了老者的银制子弹 可当他成功装上子弹 恶狼却急速扑向了他 等小丽再次醒来 受伤的手腕打上了石膏 其他人无疑幸免 恶狼的尸体摆在手术台上 根据尸检结果 银制子弹杀死了恶狼 其他八发千弹虽然成功打中了狼的心肺 但几乎没有损伤他的器官 而银弹击中位置造成大量出血 周围的组织完全溶解 好像是发生了特殊化学反应 之前找到的狼爪就来自他 奇怪的是恶狼失去爪子 处长出了人类的指甲 这些线索都指向了神话中的狼人 小丽不禁想到给他银弹的神秘老者 老者很高兴听到恶狼死去的消息 据他了解 那只恶狼是人和狼的结合 满月之时会对着月亮嚎叫 只不过他已经是一只流浪的老狼人 狼人的起源已经无从追溯 人类一直想征服和拥有野兽的力量 早在十二世纪一群维京人前往欧洲 从一座寺庙内找到年幼的怪兽 可在抵达挪威之前 小怪兽就把他们全部杀死并藏入北欧丛林 经过上千年的时间 没人知道狼人如何延续 所以老者奉劝他们一定要确定切断狼人的血脉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泰勒的身体发生了变化 肩膀上的伤口不断恶化 有时候自己的瞳孔会出现两种颜色 而且经常会看到幻想 在教室上课时 他可以清楚听到铅笔触碰纸张的声音 一旁的女同学会突然变成怪物盯着自己 可自己回过神后又发现一切没有变化 他走进厕所想要平静下来 却听到有女人哭泣的声音 等他慢慢靠近那个声音时 死去的爱玲竟大叫着为什么没有救她 这一切的一切搞得她竟不崩溃 而且黑眼圈加深好像几个月没有睡觉 唯一值得高兴的是小帅发来感性约她出去 他们依偎在一起开心地欣赏的夜色 那晚的月亮特别热 可泰勒看到月亮后却极其不舒服 小帅想要安慰她时 泰勒却突然扑了过来 第二天小莉接到了警局电话 原来镇上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小莉刚开车离开就发现泰勒在柴房睡了一夜 泰勒恶心地呕吐起来 却看到嘴里吐出来一根手指 照了照镜子又被自己的面容吓了一跳 她不敢相信自己身上的变化 也很快意识到昨晚自己的行为 她换了身衣服偷偷地前往和小帅约会的地方 刚好看到母亲在处理现场 据法医判断 小帅大约在昨晚十点被害 身上的伤痕和当时爱玲的伤痕一样 只不过咬口间的距离比较小 应该是一只小的野兽 爱玲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决定离家出走 她趁着雨夜登上一辆离开小镇的大巴车 然而就当月亮穿出云层之时 泰勒的瞳孔突然变色 那股难受的疼痛感再次袭来 她的双手开始发生巨变 黑色的指甲猛然增长 牙齿生出獠牙变得越来越锋利 耳朵由平滑逐渐变肩呈现圆锥状 在他人没有意识到危险时 小狼人悄然间蜕变登场 然后大巴车驶进了一条隧道 一只狼爪猛然拍打在锅里上 巨大的响声惊醒了车上的人群 而泰勒的脸已经没有了人样 完全变成了狼人的特征 接着便是她疯狂的进攻 小丽接到电话得知隧道 发生一起严重事故 死伤人数未知 等她赶到时大巴车已经撞毁 从车内发现女儿的外套和发卡 小丽惊恐至极 推测女儿很可能变成了狼人 她必须尽快找到她 殊不知小狼人已经跑回到家中 来看望自己的聋哑妹妹 但狼人趴在桌上并没有攻击妹妹 凶恶的表情也变得缓和下来 妹妹看着狼人的眼神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就在这时 父亲大山突然赶到 她拿起地上的台灯 一棍子轮向狼人伸踢 接着看了看待电的灯泡 等狼人过来试试用电机暂时控制她 给了两人逃生的机会 可他们刚坐上汽车 狼人又冲上了车头拍打着窗户 幸好狼人很快被甩了下去 狼人起身后只能跟在汽车后面狂追 此时的小镇一片祥和 城镇中央的酒吧年轻人们玩得正起劲 完全不知道一场血腥涂漏在等待他们 穿过小桥时 大山因为胳膊受伤失血过多 昏昏沉沉间撞向了桥梁 紧随其后的小狼人追了上来 她站在高处看了妹妹片刻后 扭头扑向了另一边看热闹的年轻人 刚转化的狼人就像得了狂犬病一样 狂野且疯狂 对人类的血液极其渴望 直到自己的饥饿感得到满足 同时小莉也收到了狼人出现在镇中心的消息 热泪慢慢靠近自己的姐姐 她用手语告诉姐姐 自己会永远照顾她 小狼人也成功得到了安抚 突然专家瞄准狼人打出一记麻醉针 小莉见状拽起妹妹就跑 狼人在麻醉效果下变得晕晕沉沉 但没过多久她就恢复了状态重新狂飙 小莉三人刚躲进一家商店 狼人就追了过来 两个大人堵住门死死拦住狼人 妹妹跑向远处躲在货架后面 突然门外一束灯光亮起 原来是老者开着汽车朝着狼人撞去 强烈撞击后老者头部受伤 他趴在地上想要去拿走 狼人却出现在他面前 和灌兽斗了一辈子 看淡一切的老人选择大笑着迎接死亡 现场几声惨叫后陷入一片寂静 躲在货架后方的妹妹安然无恙她看向前方 发现狼人从车内跳了出来 现在的泰勒已经完全丧失了人形 张开大嘴咬住了母亲的胳膊 两人就这样僵持着 旁边的专家由于胳膊受伤 夹在货架内帮不上忙 关键时刻妹妹走了出来 她拿起地上的银针 直接扎向了狼人的肚子 狼人瞬间失去生命力 倒在地上流着眼泪闭上了双眼 小丽抱着妹妹悲伤地看着这一切 直到狼人被抬上了手术台 她也无法相信这是自己的女儿 虽然狼人现在没有完全死去 但据老者所说 人类只要变成狼人根本无法逆转 于是她把装有银弹的手枪 对准了小狼人的头颅 电影结束 感谢观看